你好 你现在换身份了 对 现在换了个身份 我们边找边说可以 随便问你几个问题 刚才彩排真的太辛苦了 然后怎么样 感觉就是第一次来到哈川的村子 对啊 我才发现这么多灯笼 是不是有点过去 这可能太喜庆了 这个感觉是为什么 这个画面感很有意思 我现在才突然发现这边全部贴的 对 还有春帘 对啊 感觉是真的 第一次 我没有想到原来哈川是这个 不光你们没想到我们也没想到 对 然后 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们厂牌有微信吗 有的话群名叫什么 我们厂牌当然有微信 我们厂牌成立的当天就 就加好了所有人的一个微信群 那群名好像不是我起的 对 但这是你起的吧 对 厂牌是我起的 他说是微信群名是谁 一名厂牌冲压 对 那拨出去的 随意想一个 这个好像是我起的 但谁给我改的呢 没有姐 就是当时您说冲呀 然后后来我们就把那个冲改成那个虫子 那个虫 然后我们下一个问题 其实就是想说 对于今年我们决赛搞成那种春晚性质 想吐槽一下 我是觉得 挺有意义的 因为我知道今天晚上除了这一届的选手 今天会在这边总决赛 然后还有历届的大咖都会回来 所以这是一个大家 在嘻哈真正的大连欢的一天 对 就是还真的蛮像春晚的 对 虽然现在是冬天 也可以叫公晚 冬晚 对 确实就是有一种那种 大家一家人又回到一起去一下 对对对 团聚的感觉 我相信特别是你们肯定 就像我们一名厂牌一样 我们特别团结 看一家人一样 对我们终于齐了 对 然后我们最后有一个就是小互动 就是我们从几个红包里面抽礼品 给我们的粉丝 好 好 来 你看这三个脸 抽一个 抽一个 才一个 那恭喜发财吧 嗯 恭喜发财 对 感觉 这个 换一个吧 啊 有点好奇这个是什么 哦 不换不换 开玩笑 专辑 专辑 对 厂牌专辑 对对对对 您帮我们那个跟观众说一下 对 我们接下来 今天总决赛之后呢 就会跟厂牌所有的成员 我帮他们出一张厂牌专辑 那今期呢 大家已经在精心准备自己的歌 对对 奋笔笔记书 对 在写自己的歌 然后希望尽快的可以让大家听到他们经过今年的这一个比赛的历练 然后再写下的作品 对 这张专辑绝对只有亮眼姐帮我们把关 绝对是质量非常高的专辑 好